即时新闻传递 投资看点分析 大家好 欢迎收看视野环球财经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 美联储全力支撑经济 不加息 但也不购买股票 美元承压 黄金2000只是时间问题 科达制药涨500% 堪比先单 首先看一下时间 那么今天是美国东部时间 2020年7月29号下午的6点36分 那么今天是周三 刚刚结束的盘中交易 标普500上涨1.24% 纳斯达克综合上涨1.35% 道琼斯上涨0.61% 纳斯达克100上涨1.24% 今天的指数都是一个上行状态 大多数的板块都是获得了小幅的上涨 总体上来讲 今天市场的信心还是比较足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来自于美联储的今天的利率决议 以及在2点半鲍威尔发表的相关声明 咱们来看一下 今天鲍威尔到底说了什么 非常的重要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 这是第一次露面 看一看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今天的2点半的新闻发布会上 缠明了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看一看对股市的影响 首先他说 美联储致力于使用所有的工具支撑美国经济 那么同样 这个表述和之前上一次的表述是一样的 就是目前市场只要如果需要我们 我们就会拿出所有的工具 来支撑美国经济的复苏 请大家注意他这个地方说的是支撑美国的经济 并不是大家说的支撑美国的股市 但是经济和股市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 第二个他说我们认为政策的立场是合适的 可以按需随时调整 美联储将竭尽全力 他再次强调 目前的政策是非常合适的 目前的这种购债规模 各种的这种买的市场的投放 他认为是合适的 但是可以按照需求来随时调整 需要的时候 我们美联储将会竭尽全力 仍旧是一副我来托底的样子 大家不要怕 大家我不会让市场去崩溃掉的 所以整体的这是他的一个大的逻辑方向 然后在细节上我们看一看 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目前整体的就业增长是放缓的 这是美联储鲍威尔说的 指标表明就业增长放缓 OK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如果有需要 我们可以调整前瞻指引和资产的购买 意思就是说如果就业恢复增长 达不到预期或者增长过慢的前提下 如果市场仍旧需要我们来帮忙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还会去加大投放流动性的规模 同样如果把这个话反过来听就是 如果市场不需要我们了 如果市场能够自己自我运行良好了 各方面增长也开始逐渐的回到正轨了 在未来的几个季度 那么我们可以调整前瞻指引和资产购买 可以缩小相应的规模 所以它这个完全是按照目前整体经济的复苏状况来确定的 它并不是说一个非常确定的数值 包括之前大家也频繁去提到的第一利率的问题 会到2022年对吧 2021年底都不会去加息 不会去调整等等 然后可能有人还会说 会不会美联储这边认为经济目前还非常的严峻 能不能去搞搞负利率 现在这些看起来 今天它至少没有谈到关于负利率的事情 没有谈到这一点 仍旧是维持现状 根据需求来去调整 谈到的更多的细节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鲍娃尔说 我们没有考虑加息 没有考虑加息 你看它这个措辞是非常非常的确定的 没有考虑加息 第二个是没有考虑购买股票 也就是大家说的美联储会不会对于一些股票去拖拖底 直接买股票这种买法 没有 它明确的表明没有考虑购买股票 也没有考虑加息 所以这一点上对于咱们的投资者来讲 你还是要去好好体会一下的 美联储因为市面上很多朋友会有误解 认为美联储在市场上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买债 买的一些ETF 他们认为就直接是购买公司的个股等等 其实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他们没有去考虑购买公司的股票 因为这个以前也说过 美联储需要购买股票的前提下 是需要国会授权 还需要修法 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 所以它未来也仅仅会利用现在现有的工具 无非是说放大还是缩小的问题 这是我们要考虑的美联储的第二点 好 整体上 我给它这一次的美联储的决议 包括决议后的新闻发布会的声明 一个判断 就是目前美联储鲍威尔的措辞 总体上偏向鸽派仍旧是维持宽松的这种态度要多一些 是一个中性偏鸽的一个状态 没有特别这种非常要收紧的意味 就是说现在没有完全偏樱的意图 话里边完全看不出来 所以市场仍旧判断为是一个相对宽松 相对中性的一个状态 只不过市场在这之前有一部分押注 押注到什么上 押注上美联储这边会不会继续实行负利率 从而继续去打压美元指数 所以我们看到鲍威尔在说完讲话的时候 其实美元指数之前是有过一段时间的小反弹 大概反弹了30个点 然后说完之后整体又继续往下走 为什么反弹 那个是因为不是说看好反弹 是因为当时没有透露出负利率的意图 然后多头获利了结 这个回补造成的那个30个点 是这么涨上去的 但是鲍威尔讲完之后 大家一说OK 现在看起来整体仍旧市场是偏宽松的状态 长期来讲美元承压 所以市场又开始继续下行美元指数 那么从结论上来讲 目前美联储这边是很明确的表明 我们把所有的政策都会拿出来 为了有需求 我们还会继续调整我们的政策 那么接下来我们更多的 可能暂时就是关注市场 看看疫情的进展 然后再做调整 目前没有更多的东西提供给大家 大概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事就变成什么了 就变成了把皮球 踢回到国会和财政部那边 我们说美联储和国会财政部那边 是两个班子 对吧 是两套思路 一个是通过货币政策 一个是通过财政政策和救助政策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 美联储只能通过货币政策来进行干预 那么国会财政部那边 通过财政政策来进行 相关的救助 所以目前财政部这边 有没有新的救助计划 到底进展的如何呢 对吧 在本周的时候我们也说过 马上8月3号要开始下期修会了 修会的时候 这个法案如果通不过 那就要拖到后边了 8月底9月份了 那就是这一个月是个空档期 这个空档期如果 救助得不到新的更新的话 那么OK 那么可能这个市场 相应的 我们不说金融市场 就从普通的这个民众的生活上来讲 可能都会陷入部分的困境 一个月的时间是一个空档期 那么这个时候 国会和财政部这边新的 这个1万亿或者是3万亿计划 到底有没有落实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说 政府和美国国会在这个救助法案上 仍旧存在很大的分歧 并暗示他并不急于达成协议 OK 你看看这个一下一说出来 那就彻底可能有点凉了 之前预计可能会在 本周会要通过这项救助法案 那目前看起来 还可能通过不了了 和可能通过不了 现在还只是共和党内 达成了这个1万亿的这个协商 那和民主党的这个协商 包括和国会层面的协商 现在还存在很大的分歧 那么川普这边也说 他不急于达成协议 那么可能我们再也看不到 目前在8月份之前 可能就看不到 这份新的救助计划的出台了 这个从信心上是一个打击 这种信心上的打击 会不会传导到股市呢 8月份我们就能看得见 很清楚就能看得见 之前有人说 那是不是又有新的救助计划 有新的现金发放了以后 大家拿了以后 又去买股票啊 现在看起来这笔钱 暂时可能进不来 所以看看8月份吧 8月份如果没有这些救助 包括600块钱的 这个每周的补助 到7月底到期之后 看看市场会怎么样吧 看看就业状况会怎么样 看看有没有能够更多人 这个还是要大胆的走出去 去上班去工作 但是有的州呢 又是处于这种 这种现在限制的状态 所以大家很难啊 找工作也难找 然后呢 这个不找工作呢 福利呢 现在呢 又减少各方面 所以挺难的 所以在这个程度上 还有多少人在股票市场上 是不是会从股票市场上 把获利的钱卖出去 然后拿回来呢 过生活呢 还是说还有更多的人 去把钱投入到市场中 去博挣更多的钱 挣更多的生活费呢 我们去买一份 好好看一看 好 总理上来讲呢 目前这个美联储今天的这个决议呢 这个利率决议呢 是维持不变 对吧 还是0%到0.25上线下线 然后呢 在两点半的讲话 刚才给大家讲过了 鲍娃尔透露出来的 还是一个鸽派言论 仍旧维持现状 把皮球踢回到财政部和国会那边 所以目前这只靴子算是落地了 落地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今天这个完事之后啊 整个的这个美元指数啊 实际上之前反弹完了以后 我们看一下美元指数啊 反弹 小幅反弹 今天是小幅反弹完了以后呢 很快就是一个下行啊 就是一个这个下行 你看就是在这儿啊 稍微稍微反弹了一点 对不对 反弹了一点 然后很快又往下走 这是分时图啊 所以呢 整体上美元看起来 目前受到的 大家期望最多的能受到支撑的 美联储的这个讲话 已经过去了 看来给不了他太多的支撑 意味着美元还会走下行啊 还会走下行 美元还会走下行 那么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黄金的问题了 那么黄金呢 现在也是已经要接近到了2000的位置 现在目前的现货黄金的报价是1968的位置了 那么这个位置呢 还是啊 一句话 就是黄金2000美金的黄金只是时间问题啊 不是说到不到的了的问题 因为按照今天美联储的这个措辞来讲 偏鸽派 美元还会承压继续下行 那么在黄金层面就会获得更多的支撑 当然了 美元这边的这个支撑呢 只是其中的一个啊 其实支撑黄金上行的有好几个因素 比方说国际政治风险呢 包括像这个美元的疲软呢 对吧 这是其中一个因素 还有这个债券收益也比较低啊 同样这样的话 同比下来的话 黄金的这个涨幅较多 黄金会更受到追捧呀 包括美联储现在的宽松的货币政策 造成了这个通胀 大家为了抗通胀会持有黄金 那么还有一个呢 从技术面上 黄金呢 是走了一个大的一个上行趋势 所以这几个因素共同叠加起来 造成了黄金价格的持续上行 所以结论就是黄金2000块钱的黄金呢 不是这个能不能到的问题 是什么时候到的问题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了 能够到2000美金 根据目前的这个美元走势的状况 所以黄金那边 其实呢 很多人就会说 那我们还能不能买黄金呢 还能不能去追黄金呢 这个问题你要这么去考虑 还是那句老话 黄金它本身的涨幅 从现货黄金上来讲 涨幅是在涨 但它的涨幅和股票上来讲 它是非常有限的 它的这个幅度是非常有限的 你就算是去买黄金 现货黄金对标价值比较紧密的 这个GLD 这个ETF 这个ETF叫GLD 这个是和黄金 现货黄金联系比较紧密的 这个ETF 那么实际上你获得的增长幅度 从整体的增长来讲 不会特别多 所以如果你想去配置黄金呢 你也不能够去作为你的主要的 大的黄金配置的主仓位 说我全买黄金行不行 我这个仓位里边买上个70%80%的 其实意义并不大 因为它的涨幅是有限的 而且是缓慢的 你就想想吧 现在是1969 你往上涨到了2000 其实数字上绝对数字看的很大 实际上涨幅并不大 很少的几个点几个点非常少 但是如果你做一个长期的配置 做一个避险的配置来讲 你可以去买一些黄金 没有问题的 因为黄金仍旧还有上行区间 但短期内它会不会回调呢 这个很难说 因为黄金在2000的关口 2000关口这个位置 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整数的关口 我相信通常来讲 黄金 现货黄金的走势都是在整数关口 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压 这个是很正常的 打压是什么 这则是获利的平仓 获利的离场 对于市场的打压 所以对于追不追买不买的问题 大家看自己的仓位配置了 因为上涨的幅度是看得见的 然后整体上也不宜过重的去配置黄金 作为一个对冲性的 保持性的一个抗通账的手段就可以了 好吗 所以黄金美元 这边大概就这么一个走势 说完这个 今天还是和大家来讲一个非常有趣的 很多人也会关心的话题 就是一个老牌企业 柯达 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 就不一定知道柯达是谁了 我怀疑 我很怀疑这一点 因为现在广告的投放也不多了 然后外面的业务也不多了 柯达现在外面的主要的业务 能看到的就是像照片打印 图书印刷 还有商业印刷这一块 照片打印很多 很多打印店里边会有柯达 还有部分的柯达的胶片 底片等等 有一些这些 但是已经非常少了 柯达 我最早去使用柯达 是几十年前了 那个时候 我记得买 当时的比较牛的 当时比较牛的 我记得是 由亲戚送了我一个二手的 海鸥的 叫做胶片单反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知道这个东西 胶片单反 就是上胶片的胶卷的 然后是手拨式的那种单反相机 那是大概几十年前的事了 当时也是我的第一台 胶片式单反相机 当时用它来练手了 很有趣 当时的感觉就是买着 柯达胶卷很贵 买了以后特别舍不得用 一个胶卷 每次拍东西都很久 琢磨很久才摁下快门 然后每次把胶卷拨动一下 用手拨动一下 喀啦喀啦一响 就心里边感觉就是一阵肉疼 那个时候就这样 然后冲刷着胶卷之后 自己拿到暗房里边去冲洗 冲洗黑白的照片 当时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了 和柯达之间的 所以现在想想 柯达在经过了这么多年 由于战略上的误判失误 导致柯达整体的市场份额 降得非常的低 现在整体柯达的市值 只有在这个膨胀之前 在今天的这个大暴涨之前 只有大概一亿美金的市值 但是现在一下就跑到了 七亿美金的市值上了 为什么呢 因为柯达 美国不是在五月份 出了一个国防生产法吗 只要你是生产 比如说制药的 相关的和国防类的 就可以获得政府的补助 包括相应的合同优先 政府贷款等等 那么柯达在我们看到 川普这边 国会这边也是宣布 和柯达签订了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涉及到 七个多亿的 一个合同金额和贷款 然后让柯达干嘛呢 让柯达制药 生产仿制药的药物原料 就是制药的原料 其中的一部分 交给柯达来生产 七个多亿 所以这个消息 一下进来以后 它有一个亿的市值 获得了一个七个多亿的补助 市值一下就膨胀到七个多亿 所以我们看到柯达 在一天的时间里边 最高涨幅是535% 这个真的是嗑了药了 柯达嗑药了 而且这个柯达还是仙丹 起死回生的仙丹 那么这一下 就把这个价格也顶上去了 涨了500%多 收盘的时候 涨的也不少 涨了300%多 你看到涨了300多 最高涨到500%多 所以这个是柯达 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一条消息 它能够 因为为什么说选柯达 它不是搞胶片 搞打印的吗 因为柯达 它这个印刷 胶片 涉及到很多化学的东西 它这个转型 相对是比较对口的 制药来讲 它的很多的化学的东西 和它来讲原材料什么的 它这个产业可以 对吧 你总比说 给一个卖泡面的好吧 对吧 你总比说 给一个生产海鲜的企业 去做药好吧 它肯定是 柯达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所以也算是把它给救了救 利用国防生产法案 把柯达整体 又给拉回到了 我们的视野当中 不知道柯达会不会 从柯达胶卷 柯达打印变成 伟大的柯达制药企业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但是在这个盘面上 很多人追 然后很多人被套 最高套到了60% 很多的这个地方做空的 在昨天肯定都是 直接被碾压了 然后回补了 爆仓了 特别多 所以这个就是柯达 为什么暴涨的一个原因 还是和药有关 还是和这种 政府的救助有关 所以这种东西 大家可遇而不可求 因为在出来之前 你是不清楚 它到底会怎么样的 你看看柯达之前的股票 就知道了 天天趴在地上 对吧 趴在地上波动率 都非常非常的小 基本上没什么人参与的 但昨天一天 今天 昨天到今天 一天的换手率 就是高达1212% 这个换手率非常的惊人 大家这里边就跟 这个失控的火车一样 来回来回的 这个去去去去 去穿动 很有意思 好 所以这个给大家 简单的讲一讲 很多朋友可能会比较关心 这个比较八卦的事 大家也开心一下 总体上来讲 今天别的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了 明天的关于几个巨头 因为昨天的Facebook的巨头的 已经挪到了明天 今天本来Facebook是今天 然后挪到了明天 所以明天财报上 四巨头七巨手 盘后的时候会搅动市场 所以明天盘中的时候 到底会怎么样 还真是不清楚 盘中的时候 这种情况 马上盘后才公布财报 那么大的影响 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周五 对不对 因为盘后公布 马上后的整体 盘后的交易量和流动性 比较低的情况下 其实有时候也看不太出来 涨跌幅度的话 成交量并不大的话 也看不太出来 那么在周五 可能会搅动市场比较的大 但整体上 明天的周四的盘中 会怎么走 我建议大家看不懂的 你就等 你就等着财报出来 等靴子落地再说 如果赌性较强的 就看看你对于财报的理解 对于财报的眼光如何 看你赌的到底对不对了 对吧 你之前前两天也讲过 第一个是孩子宝 那个是财报爆雷 第二个是AMD的财报的 大幅超出预期 和三季度的展望 大幅超出预期 两个 一个是大力空 一个是大力好 两种都有 那么你赌哪种呢 这四家科技公司 所以最好还是不要赌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说这么多了 如果你觉得节目对你所帮助 欢迎大家订阅节目 打开小铃铛 同时多多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 好 那我们节目到这 咱们就明天的盘后再见